连日来 被称为乡村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村奥会 在贵州省荣江县举行 期间 多个国家不同职业的体育爱好者齐聚一堂 上演了一场又一场国际化 和民族民间未并存的乡村体育竞赛 此次村奥会除了有足球 篮球 乒乓球和田径四大竞技项目外 还有汉地龙舟 高脚竞速等八大特色项目 得知要举办以村为主题的运动会 来自广东的黄伟中 迅速与平日的球友组成了一支平均年龄60家的乒乓球队前来参赛 我们本来有个乒乓球生 在农村长大 这个村会会对我们来讲就接敌心 这个乒乓球业宜中的业宜 就所以我们组织了 这个年龄段来选人的 能得到什么名册 这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终在参议嘛 我们刚才河南打了一个春拼 春里边乒乓球全国大赛 就来打春澳 把这些小城市小县城的比较集成的吧 业务爱好者们都可以调动起来 他们有机会参加全国的大赛啊 夜幕降临 在村澳会的主场地 贵州村超的足球场上 一场精彩激烈的足球赛事正在进行 参加村澳会 感受村超现场的氛围 成为了上海国际足球队 众多国外球员此行的目的 伴随着场外众多观众的欢呼声 各球员在这片绿音场地 传递敢于拼搏的体育精神 近年来 村BA 村超等以村为主体的体育赛事相继火爆出圈 展现了中国基层满满的运动活力 在歌唱家龚琳娜看来 乡村赛事不仅给基层民众提供了展示自我的舞台 更让乡村变成国际村 为世界各地的人相聚于此 进行体育艺术等方面的交流提供了机会 任何的生命力不管是体育的还是艺术的 它都来自于民间 我们不应该丢掉民间的根和文化 通过村超有村澳 全世界的人都来到我们的村里 一起来交朋友 它不光是一个运动了 它更是一种友谊 一种文化的一种连接 而且就感觉到真正的现在的村 就是国际村 在村澳会乒乓球项目的比赛中 乒乓球大满贯得主邓亚平 现身现场与球员们切磋球技 对于当前的乡村体育热潮 邓亚平坦言 希望有越来越多各层级的体育赛事出现 通过不同类型的比赛来检验训练效果 并在比赛中去享受体育带来的精神力量 我就拿一个乒乓球来讲 像比如说大家熟悉的德国 包括马上举办奥运会的法国 你不要看它顶级的运动员可能没有我们多 但是他们的各个层级的比赛要比我们多得多 但我们没有那么多层级 就是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层级 各种各样的年龄 然后各种各样的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比赛好打 而不是说职业只有打职业的 然后呢业余的只有一个村澳会 它不是那么两个极端 它有各种各样的层级 各种各样形式的这种联赛的机制 应该有这样的一种比赛 让我们各种人都可以参与到比赛当中 因为体育它需要比赛 虽然大家可能不一定争个冠军呢 亚军其实对于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讲 不是要去争这个东西 但是他最起码对自己有一个检验 我平常打了这么长时间 我到底水平怎么样 是吧 我练得怎么样 我去打一打 跟别人打一打 我可以找到差距 然后我让自己可能更有目标 而且呢 在打比赛的过程当中 有了输赢以后 它就有意思了 对吧 那有的人他就不服 那就接着来 对吧 那就其实激发了我们更多人 去参与运动 积极地去参与运动的这样的一种热情 感谢观看